第一个我会希望说做出来的结果类似像这样 我希望把它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方向跳出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并且放在我的总表右边 不是左边哦 可是它预示好像是在左边 OK那怎么做修改 OK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录制到的句集 你可以从句集里面看到我刚刚录下的这个 枢纽聚集按编辑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要找的话啦 因为我之前是已经有写一个Module 1了 所以我会在Module 2里面可以找到 我刚刚录下来的程式在这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主要会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 哪些地方修改 第一个啦 它会出现什么application.cut copy more 剪下复制模式 这一行其实可以把它删掉没关系 因为这个基本上它没有影响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有哪些地方 需要特别去修改的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有一些修改的经验 当然以后如果说你能够做到就是说呢 录制去期之后也能够知道修改的重点的话 那我想你将来你的VBA 你VBA这方面能力其实可以大大提升 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很多VBA程式说真的不可能说 每个地方我们刚开始都会写 但如果你不会写 没关系 你可以用录制的啊 但是录制完之后 如何修改出能够跑的程式才是重点 OK不是说你录完之后然后随便让它执行就会跑 没有啦 尤其如果你现在直接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哦 它一定马上会有bug 比如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对不对 重跑一次你会发现哦 直接就有bug了 你按真错哦 我看一下它错在哪里 光第一行就无法执行了 那为什么无法执行 其实第一个可以看到的 就是这个table name 为什么这个table name 因为呢 它每一次只要新增一个枢纽分析表 它的table name就不能重复 所以哦理论上我看哦 假设我把它改成枢纽分析表4的话 这一行应该可以过 我按F5 帮他看看 哎 这也不行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连跑都没办法跑 所以要怎么改哦 这个我想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我先把它停掉 所以哦 改的重点我逐一来跟各位说明 第一个的话哦 因为我们将来会希望 我一行往来看哦 第一个的话呢 add shits.add 这个好像前面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叫什么 新增工作表 那新增工作表如果你预设的话 假设你执行这一行 它一律会新增到 这个前面哦 左边的地方哦 所以如果你希望新增到 它的这个我们工作表的右边的话哦 好像我记得哦 我们在你们可以看一下前面那个 好像新增工作表 有没有 我们分割之后放在右边的话 我有讲过哦 你可以改成叫after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哦 多这个参数 after冒号等于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放在哪个的后面 那如果你before 当然我们刚刚应该预设就是before 我把它改成after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帮我放在 第一个的后面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shits 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呢 它shits 物件 刮虎 这边加1 1就可以了 OK 那它就会帮我放在哪里呢 放在第一个工作表的右边 OK 所以呢 我们执行完这个add 它就会帮我放在右边 所以改这个地方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还要改什么 诶 就是新增完之后 它的名称要叫什么 所以前面好像我们也有写过啦 名称部分呢 如果我假如说呢 新增之后 那个名称要叫什么的话 那我是建议啊 你可以叫做那个 因为它新增一定是先站在右边 那右边的话呢 等于是你可以用一个叫shits 总数 也就是说 因为目前假设再新增一个的话 总数就两个 那两个的话呢 其实是第二个啦 所以你可以用shits.com 因为如果将来呢 假如增加 它一直不断增加 数量哦 不见得是两个的话 可能三个四个五个 那反正呢 新增的那个就是一定是 不过这个地方应该是 add 应该这个地方 e的话也可以用什么 shits.com 这个你们可以参考前面的 我们新增工作表那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的名称.name 我希望把它的名称 改成叫 枢纽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新增完之后 把它放在右边 名称叫做 枢纽 就这样改 OK 这个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程式嘛 前面好像我们新增工作表里面 也有特别提到 那接下来的话 下面这个就 active workbook 工作簿 也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有档案 里面的话 它建立一个什么 叫做pirit 就是枢纽分析表的catch 快取 然后 这个create后面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有几个地方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如果将来 假设它录制聚集的话 它的工作表名称 跟它的范围都会用这个方式来表示 可是这样的方式 其实相对的 第一个在VBA里面不好理解 第二个的话 其实你也很 你光看你也会不太 第一个问题05这个地方 惊叹号指的就是 其实如果说我要改的话 我把它改在后面这边好了 我先不删掉 我把它 如果你要改成VBA里面的叙述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工作表 我们用工作表物件 序齿刮糊 然后呢 这边的话 你可以把什么 问题05这个 把它放在这里 有没有 其实这个就是 等同于什么呢 等同于这个的叙述 问题05 其实你可以改成像这样 这个是VBA的写法 所以录制聚集 它奇怪为什么不直接用标准的VBA写 第二个的话 它的范围的话就点 后面的话叫range 那range在哪个范围 这边的话是R1C1 这个说真的很难懂 其实R1C1 其实就相对位置 R的话指的是列 C的话指的是蓝 也就是这个是A 这个是E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写成范围的话 你就写成A1就可以了 冒号到哪里 那一样啦 后面是C12 C12的话其实就是什么 应该是L OK 所以ABCDE到12的话就L OK 所以这个蓝应该是L蓝 然后后面的话呢 列的话呢 就是2500 所以你就这边的话 其实2500 然后后双以后后刮糊 所以哦 如果假设你在VBA里面 录制具体它如果看到是像这样的叙述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改成像这样子 这个是VBA的写法 那这个是录制具体的写法 因为当然你如果不改 它一样可以work 只是说 将来呢 你在修改程式的时候 会遇到比较多问题 所以我建议啊 第一个可以把这个改掉 OK 好 改成这样子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是什么 工作 Distination 这个的话一样就是 放在哪一个工作表 Distination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放在 那一个工作表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个工作表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边是工作表18 可是呢你会发现 新增的工作表 我已经把它重新命名叫 枢纽 所以这里的话 假设这个地方要改的话 你就可以把我拿这个来修改会比较快 这边 这个改成这个的话 那其实就是呢 第一个名称叫枢纽 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是枢纽 然后range的话呢 这个是什么 A嘛 这3 所以其实这边就是A3 意思就是说 你将来要产生枢纽 要放哪里 OK 就改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前面这个字串呢 也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建议啦 以后呢 假如你看到刚刚那个叙述 那你就要稍微把它改成VBA的写法 另外如果说假如你没有 没有这样改的话 那可能后续你要这个程式发生问题的机会也比较大一点点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 还有哪些地方 还有 再来的话呢 有两段程式要删掉 哪两段 只要看到Version 的部分 像这个豆点Version等于7的这个部分 这个要把它删掉 为什么要删掉 因为这个版本它预设是等于7 7我印象中好像是比较旧的版本 7好像是不是2003 所以也就是它仅限于2003可以run 其他版本不能run那不对啊 所以记得你可以把豆点Version 也就是说 枢纽分析表能跑的版本不能等于7 也就是一律全部都可以 那请你把豆点Version等于7删掉 OK 然后还有一个DefaultVersion 预设的版本要不要是等于2003 不要 所以这个也把它删掉 反正呢我不要预设版本 我也不规定说什么版本可以run 反正任何版本都可以run 这个枢纽分析 这很重要哦 如果你没有把它删掉的话 我印象中在不同版本会出错 接下来的话呢 Sheets哪一个点slate 这两行其实是可以把它删掉啦 所以我这边把它注解掉 因为其实不用slate啦 反正我要做 再来的话呢 其实刚刚我们是 先游标放这边 然后插入枢纽分析表 所以刚刚其实是产生一个枢纽分析表的catch而已 这个catch有点像是这样 就是像这样就是一个catch 那我们再来做什么呢 把业务放在列 把总 这个什么 把总计放在值 那这两个动作 我跟各位讲 你会发现 它录下来的话呢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建议你干脆 直接拿我云端上面的 这个程式码直接拿来用 因为你会发现它这么多 所以请你把底下这两 这一些有没有 删掉之后 直接干脆拿我云端上面的 这个在哪里呢 在枢纽分析表这边的第二页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列 就是我们拖拉列的地方 其实呢 就这是四行啦 OK 那总架这个的话 就是这一些 所以你可以把第二跟第三 下面一直到 End Sub 这边Ctrl C 然后呢 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程式的下面 因为刚刚那一段实在太复杂了 干脆直接拿我这边来做 这样会比较快 好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来乱乱看 因为我不确定说 这样Obo 还有一个地方要改 Table Name 记得 这边叫什么名称 这边也把它改一样 我一律改成叫 枢纽分析表 因为它好像会跳第一次一 第二次二 一次来推 可是每一次都跳不一样 如果这上面的名称跟下面不一样的话 它就抓不到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Table 那我跟上面下面是一样的 这样就OK了 所以可能注意一下 改完之后呢 最重要的关键来了 要怎么样可以让它Run 我们来执行一下 OK 下来的话 我就按F8好了 竹簧来跑 这样会比较清楚 因为 所以我刚刚讲 所以我分析一下 这个我之前也蛮挣扎到 要不要讲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的细节 只要有一点点地方做错 那就全盘做错了 所以相对的 这个难度实在是相当的高 如果比起前面的程式码来说 真的还是比较困难 所以有跟各位讲一下 假设你今天还是有问题 没关系 你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并且参考云端上面的程式范本 OK 然后我试试看好了 按第一个 有没有 新增一个了 在它的右边 OK 然后名称改成枢纽 也就是说呢 我放在 所以本来续点抗是1啦 加一个变2了 所以变第二个的名称叫枢纽 那再来建立一个catch 建立catch的话呢 就是来源给它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执行 这一段程式的话 其实呢 就是建立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 它有个名称叫做 Pivotcatch catches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产生列 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拖拉 这个catch里面的 有没有 这个catch里面的业务 然后 再总价 OK 其实我就把它 这个程式就写在这里 所以我建议你干脆 拿我云端上面来复制比较快 OK 那就产生第一个 有没有 这列的部分 然后再总价加总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所以以后啦 我是建议 有一些修改的细节 你可以用录制的再修改 要不然就是说呢 如果你假如 直接要参考范本的话 或许你可以拿我这边 去做一些修改 可能会比较没问题 不然 这个地方其实问题 真的还蛮多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一段程式嘛 我是录制之后来修改 下面这一部分 因为它录下来实在是太冗长 我就直接干脆 拿我云端上面来改 OK 那改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地方 第二页的地方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好了